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咱们来看西西维亚所写的《枕上书童人》,竹虎荒旭篇,迷宗,第21章,久别重逢 聂魔眼镯,要杀要剐,爽快些 被卸了条胳膊的玄之魔君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昨日才盯上的这头狐狸竟是东华帝君的女人 她从小是个孤儿,能混到今是今日,靠得全是手段计谋 聂初音生平也没深爱好,唯独钟爱袁茅,不想竟就是这么个癖好,叫她今日架了跟头,还栽得如此彻底 紫衣尊神看了她许久,首长轻荣安抚着怀中的红狐,目光已是冷到了极点 石头,她是个魔君,上晚劝了她一劝 你若宰了她,她掌中的那方疆域,定要出乱子 东华嗡了一声,声音沉得吓人 正好,好歹是个魔族人 虽然不太乐意,但心系魔族太平的始祖上晚愣了愣 什么意思啊,让他们去争病是 紫衣尊神看了眼在一旁被莫烟架着脖子的亲之魔君 想来他们剩下的六军打架也打腻了 本帝君给他们亲了快无主之地来,也够他们消息上一阵子 莫烟了然点头,似乎觉着这个主意不错 上晚望了望她,又望了望她剑下的叶齿雾,只得妥协 傅佑转向已是个废人的聂初营,面露同情之色,语重心长道 下辈子投胎,好好做人,少干些婚章事 说着她便去到紫衣尊神的身边 丫头交给我吧,你手脚利索些,给她个痛快 凤九本就有些神势不轻,被上晚抱走的时候也没做甚抵抗 试了个定身局,东华这才收了剑,慢悠悠地走到聂初营跟前 你叫本君的帝后吃了不少苦头,本帝君为先没什么缺点 唯一一处,便是喜欢为难人,也没身特别为人称道的优点 仅有一条,乃及其户内 说话间她抬起了右手,宽探的掌心瞬间扎入了对方粗壮的脖颈 五指最紧扣,将那被定了身形动弹不得的魔君瞬间战红了脸 青筋突突直跳,断壁出的鲜血奔涌而出 东华皱了皱眉头,松了手上的力道 死太快可不行,她悠悠沉了一声 被指了禁弃方才得以喘上一口的那出营,猛咳了好几下 为君这两年她姿势正高,性格也当得上刚烈儿子 刚想咬蛇给自己来个痛快,便被钳出了下巴 你的死期有我不有你 说着她又收紧了手上的力道,周而复始 将那玄之魔君折磨得求生不能,求死无门 生不如死之际,想要骂人却半个字都吐不出 日落时分,紫衣尊神才手腕一转 将她的手脊拧了下来 碎莲桶残枝,一并扔进了身后不大的池塘 远处篝火融融,将这阴冷潮湿的林子微微照亮 紫衣尊神独自朝内处去,脚步去比风才快了不少 上网望着她叹了口气 寻个仇,也能费这么多时辰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地不肯吃亏 若不是看在始祖神的面子上 这件事可没这么容易就算了 东华接过红壶,虽将她换回人形查看了一番 只见她浓眉异禀 搂着她的臂弯也紧了几分 理了理她有些凌浪汗湿的额发 所以有一个绵长的吻落在了她额间的凤与花上 上网看在眼里,觉得这一幕挺辣眼睛 于是她收了目光,目不作声地往摩莲医生旁靠了靠 你怎么来了? 上网又问了一遍这个问题 说来话长 摩莲看了看一旁的青蛇魔君朝她使了个眼色 上网心里神会,立刻收了这句问话 所以提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小兔崽子,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蓝袍上神关了关篝火那一头冷面的温情 勾了嘴角 等低君问完话,自然会放了她 上网安了安心,最宽慰起了蹲坐在一旁 追追不安且垂头丧气的硬直物 你小子放宽心 只要没做什么得罪那老神仙的事情 就不会丢了小命 被绑着坐在篝火旁烤火的硬直物哼了一声 老子行得正,坐得端 那你为何还这副没出息啊? 瞎操什么心? 说话间她掏了个馒头出来 刚啃了两口,便就觉着有些不妥 所以把肯剩下的半个馒头递给了墨渊 阿渊,你也吃些 蓝袍上神脸上的笑意更甚 我不饿,你吃 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她将馒头又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篝火硬着她娇灭的脸蛋 将墨渊目不转睛 上晚有些不好意思 低下头眼了眼自己烧得厉害的脸 修长的手指扶去了她嘴角的馒头碎屑 板正端直的脸上满是浅浅暖意 那些吃 至今也没能许上媳妇的轻质抹菌厌池物 为是有些看不下去之抗力情深的一幕 最值得将目光挪到篝火的那一头 那一头方才徒手拧了别人脑袋的紫衣尊神 此刻皱冷着怀里的娇妻 也是清醒我我叫人们眼看 厌池物索性闭上了眼睛 这两位四海八荒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上古老神仙温柔起来 还真是叫人绝着甚得慌 凤九已在东华的怀里 已是缓了过来 回想白日里差点被人逮去弄死 她围绝一阵后爬 小心翼翼地望向东华 以为会劈头盖脸招来一通责备 不想她那夫君确实满眼温柔 凤九很是心虚 又有些惭愧 我偷跑出来寻你 你不生气 生气有用 被怼了一句 凤九缩了缩脖子 觉着东华还是有些生气的 也怪本帝君太大意了 子一尊神挤了几臂弯 语气软了几分 冷不冷 饿不饿 点了点头 凤九粘了她的病发绕在指尖 故作坚强 不打紧 这点饿 我一个上神 还是扛得住的 高大的身躯随即起身 一件紫袍兜头盖了下来 她给她裹了裹袍子 最捡起了衣袖 我去给你弄些吃的来 周身白痰相萦绕 叫凤九安心又舒服 今日的东华很特别 她闯了这么大的祸 她非但没有责骂她 给她做规矩 还百般体贴她照顾她 心头甜蜜 脸上便也就浮满了幸福 声音也跟着软弱了起来 好 你快些回来 这一去 东华为时相当迅速 只一会儿的功夫 她便就提着条 也是处理干净了的大鱼回了来 一个绝法 边上低棵老槐树就遭了殃 树冠上的树皮 整整齐齐落下一大块 东华将它弯成了一口 不大不小的锅 幻无数生出 锅里头凭空出现了清澈泉水 上碗的脖子都伸长了 她想喝鱼汤 可是想了有好几日 锅里的水迅缩冒了热气 翻滚着带出了阵阵鱼肉的香气 凤九咽了口口水 上碗也咽了口口水 东华又割了块树皮弯了个碗 盛了点汤 递到妻子手边 先喝几口 暖暖身子 凤九接了碗 便就进她又割了块树皮下来 鱼的中段被取出 放在了上头 紫衣尊神开始挑起了鱼刺 凤九望着她 心头甜地想搂着她大哭一场 前些日子她遭了些罪 还差点被人抓走 剥了狐狸皮 受了一番惊吓过后 她早已是疲惫不堪 东华在身边 这很好 也很叫人安心 她照顾她 给她做饭 喂她喝汤吃鱼 这也很好 让她半点力气都不用花 可今日的东华 为时温柔得有些过头 且对面还坐着三个人 在那三个人里头 有两个并没有望着他们这一处 但少婉可是眼巴巴 直勾勾地盯着她 她手里的碗 凤九有些愁愁 于是便就客气了一句 少婉姐姐 要不要来点 受邀的魔族始祖神 目光迥迥 最赶紧凑了上去 给个馒头 紫衣尊神朝她抬了手 少婉愣了愣 你不是不吃馒头吗 我何时说过要吃 你不吃 问我要馒头做事 她不解 本君帝后肯明说过不吃 凤九干笑了几下 刚想开口 却挨了冬华一记眼纱 所以就乖乖闭上了嘴 抬着的手 又不耐烦地往前挪了挪 将魔族的始祖神 很不情愿地 从须顶里掏了个馒头出来 放在了她的掌心 冬华将馒头 放在火里烤了起来 烤得外皮金黄 看起来很是诱人 上完又咽了口口水 石头 我给了你一个馒头 那你也给祖宗我烤一个 所以心甘情愿地 又从须顶里 掏了个馒头塞给她 冬华也不客气 把烤好的馒头 塞进凤九手里 并就接了始祖神 递过来的接着烤 上完蹬在一旁满心期待 沐烟则坐在那一头 担着不明所以的浅笑 看着她 烤馒头的间隙 冬华又给凤九盛了碗汤 叫她就着鱼汤吃馒头 还时不时地 把贴了刺的鱼肉 塞进她的嘴里 眼见着汤越来越少 鱼也几乎只剩了骨架 上完有些心急 好歹你也给我剩点 紫衣尊神呜了一声 等酒而吃饱了 本帝君许你把锅盾走 上完不作声了 只得那下性子 在一旁安静地 等着收拾残羹圣渣 篝火烤至锅底 发出暴力的响声 听得她心惊胆战 好不容易熬到了馒头烤好 刚想伸手去接 便见着那紫衣上的神仙 又将她栽给了凤九 上完瞪大了眼睛 手钝在半道上 切得有些颤抖 你怎么把祖宗我的馒头 又给凤九了 东华拧了她一眼 有些莫名 本帝君烤的馒头 怎会是你的 一口气堵在胸口 上完顿绝也毛巾心 凤九到底脸皮薄 拿着东华塞给她的馒头 很是不好意思 所以就想递换回去 手还没来得及身出去 便被她那夫君挡了一把 所以从凤九的须顶里 掏了个桃子 塞进了始祖神的手里 方才还气得日气 冲天灵盖的黄衣女子愣了愣 捧着馒头的凤九也愣了愣 不过就是多送了 本帝君一个馒头 本帝君也不能白拿 便就拿着桃子 一物换一物好了 拿着白皮 扶制一缕烟红的诱人仙桃 凤九很没出息地 在一次咽了口口水 在她从坨里头爬出来 倒是还没机会 再尝一尝桃子的味道 接着东华塞给她的桃子 昆仑须的女主人有些动摇 凤九欲言又止 东华看着她的神情没有说话 此时 一直坐在篝火 另一端的父神笛子走了过来 一把拿走了妻子手中的仙桃 瞪着那紫衣上的神仙 额上的轻轻跳了两条 最后目不作声地 回到了自己方才的位置 将桃子塞进了燕植物的嘴里 平白被塞了个桃子的 青植魔君愣住了 被自家夫君夺了桃子 还未给了其他人的 魔族始祖神也愣住了 我的桃子 你怎么便宜了那兔崽子 桃子姓韩 你是只火凤凰 不适合吃它 墨烟打得凉凉 神情也凉凉 呆了呆 尚文觉着自己 貌似没听过这么个事情 桃林的那只苦凤凰 种那么多桃树做事 想了一想 学问不深的始祖神 也不敢反驳 墨烟到底比他有学问的多 该也不会信口雌黄才是 接了嘴 望着燕植物嘴里塞着的桃子 上碗心有不甘 他用两个馒头换来的桃子 竟就这么便宜了他人 竟这买卖还真是亏 关了关他的脸色 虽知道桃子性热 但凤九还是昧着良心 起心虚地劝了一劝 桃子太凉 一时不适合我们女人吃 哀怨地看着他还有手里的 汤碗和馒头 上碗别了别嘴 那你还带着桃子干嘛 凤九有些为难 这桃子他还真不是 故意要带着的 你也是不该带着他 替着一次半天没说话的 子依尊神 在这个尴尬的档口 悠悠开了口 你怀着孩子 怎么能吃这么凉的东西 啪哒一声 凤九手里的碗掉到了地上 与汤溅洒了一地 叫同样震惊的始祖神 觉得有些可惜 手捂上了自己的肚子 凤九半天没回过神来 他怀孕了 他怎么会没有察觉到 东华又是怎么发现的 子依尊神往他半开的嘴里 塞了块鱼肉 催促他赶紧吃 凤九喊着鱼肉 念念如如 有些失神 你是说 我的肚子里 有个小娃娃 东华嗡了一声 又给他盛了碗汤 本帝君替你检查伤势的时候 顺便把了心脉 是喜脉 没错 凤九彻底傻了 拎他一片空白 摸了半晌 他才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 于是他又开始担忧 又有些害怕 望着东华 他欲言又止 直到子依尊神将他揽入怀中 你难道不开心 他愣了愣 忐忑不安 东华 你 开心吗 你怀着本帝君的孩子 本帝君怎会不开心 可 他顿了顿 你是不是 不想要 但你想要 他拢了拢弹的肩膀 这是桩喜事 做顺愁没苦脸的 泪水不争气的落了下来 凤九将桃埋进了东华的怀里 这几个月 他过得实在是不太好 东华塞给他的婢子桃 还有姥姥的突然离世 所有的事情 他都埋在心里 装作一切如故 因为颠言告诉他 他已是长大成人 不可任性妄为 因为他是东华女君 不可凶无大志 成福浅薄 他是东华的妻子 更不可以怀疑他这番作为和用心 摇记他们大婚的那一日 东华便就同他说想要个孩子 那么他便不会没来由的 给他婢子桃 来抹灭这段古咒的亲缘 东华这么做 必定是有他的道理和难处 东华到底瞒了他什么 凤九并不知道 但他早已察觉到了异样 神声骂骂 贤祖卡科 可总是能有法子过得去 那么困难的飞升天节 他们都挺过来了 还有什么可害怕的 他一直都想要给东华带下子嗣 为他延续血脉 这是他期盼了两年多 才盼来的孩子 他怀孕了 东华说他很开心 凤九喜极而泣 他是那样的害怕 东华会不高兴 因为这个孩子 并不是他所期盼的 少婉立在一旁很是忧郁 要同个怀孕的女人争食吃 他为时开不了口 以下不去手 望着篝火上的那口锅 馋了许久的始祖神 惆怅万分 兄弟饿肚子的时候 只能捞着边角料吃 就算是那子衣上的老神仙 大发慈悲了 女人饿肚子的时候 即便他自己不吃 也要将最好的 通通留给女人吃 尤其是那女人 还怀着身孕的时候 少婉仰天长叹 悲从中来 这便是兄弟与女人的区别 回时望了望自己的男人 他誓然于笑 方才莫冤不已是这样 把馒头留给他吃 想到这一处 少婉觉着心里挺舒坦 凤九有人疼 而他也不是没人疼 还就接这些祖神 靠着莫冤望着篝火 他追忆着往事 静命夜色下 两双人无声相伴 只被迫留在这处的 亲之母君印植物 都要这个桃子蹬在一旁 感叹陌生的凄凉 那一日虽然费了些周折 上晚最终还是喝到了 心心念念已久的鱼汤 凤九哭着哭着 便就睡着了 于是剩下的那锅 已经煮烂了的汤 并也全部便宜了它 第二日晨起 鸟鸟车烟 投入潮湿的空气中 丝丝喊意 钻入了骨缝 将人催醒 那个昨夜烤好了 但没吃完的馒头 被子一尊神 她的眼泡子红肿的厉害 精神头也有些萎靡不振 蹲在东华的怀里 默默愣愣的 只想得张嘴 稍晚望了望她 觉着怀孕 真是件恐怖的事情 挺活泼的一个姑娘 一怀孕 怎就变得这般呆呆傻傻 精神脆弱 伤势休整一番 待东华终于喂完了狐狸 这才有了半正式的心思 只见她大手一挥 捆着燕池物的绳索 便就硬生落了地 被绑了一日的魔君 早已是没了脾气 此时坐在原地 吃起了桃子 竟也没有要起来的意思 子一尊神看了她几眼 心不在焉 你走吧 燕池物愣了愣 上碗亦愣了愣 默愿问她 帝君难道没有什么想问的 惹了柔怀中的红壶 东华索性将她塞进了 中医的衣经里 这才漫不清新地 接了父神笛子的问 默愿上神 可是有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 要问这位魔君 蓝袍上神蠢了蠢 本上神也没什么可问的 魔君请走吧 好不容易恢复了自由身 请知魔君燕池物 也顾不得满腹的疑问 拿着半个桃子 一流烟的便跑出了老远 这林子 打从一开始 便就叫她生了疑 神族的大佬都聚在这一处 还架了一个刚过昆仑虚门 没多久的魔族始祖神 也定不是为了游玩 究竟是什么事情 将他们聚到这一处 燕池物觉着 在回去先夺了 那出印的那块地盘后 自己却得好好来调查一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fruit壮供电器》 《品封城》 《转网的制作》 《荣物ilt叶子》 《仁补室》 《仁补逆业》 《仁补 》 《仁补 trois》 《仁补逆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